第1054章 密心 房门倾吞而开 月光延伸出一道光线 而在那道光线中一道迁徙的郊区环步走近 那对清澈毛子此时确实有着一些颤导 他走进房间微微低着头 两只小手紧紧地绞在一起 目光闪烁着 确实不敢望向床榻上的男子 盘坐在床榻上的林栋 目光就这样看着走进来的少女 好伴上后 他见到后者似乎没有开口的迹象 这才无奈地摇摇头 问道 孙晴 有什么事吗 心情背齿紧咬着小嘴 那脚在一起的小手 甚至是因为用力而变得有些发青 他的心似乎相当地挣扎 林栋静静地看着他 也不再开口催促 安静在房间中持续了足足数分钟 心情一对毛子中 终是有着水花闪烁起来 玄机他突然跪了下来 林栋大人 林栋盯着心情笑了笑 哈哈 是你娘让你来的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娘应该是选了你今天留在这里吧 为什么 希望九尾族获得我的庇护吗 林栋轻声道 对不起 心情眼睛红红的 水花止不住地留下来 我知道这样也对不起新莲姐姐 只是 为了族人 我可以付出一切 即便是我的性命或者身体 九尾族以前很强大 但我却没有恢复荣光那么远大的抱负 我只想让我的族人能够好好地生存下来 而不会每天都在担心被抓住 沦为别人任意蹂躏的女奴 林栋望着那跪在地上哭得伤心至极的少女 也是轻轻一叹 信仪要让一个种族的荣辱 放在这么一个柔弱的少女肩上 倒也是太重了一些 我知道林栋大人的性子 娘亲的这种办法 断然是行不通的 不过 您就让我在这里做一夜吧 明天 明天我会与娘亲解释的 林栋叹了一口气 她自床榻上走下 然后来到心情旁边坐下来 望着少女那哭得梨花带雨般的小脸 笑道 我来自东旋域对一个很小的王朝小家族 你知道吗 在我年龄很小的时候 就有一个敌人 那个敌人有着轻易抹杀我这个家族的实力 我的父亲被他重伤成残废人 那时候我和他之间有着天长之别的实力差距 他是那个王朝当中的璀璨天才 而我只是一个小家族当中的无名之人 心情停止了抽泣 红着眼望着那眼前有着笑容灿烂的青年 他有些无法想象 这个连摩罗轻至那种天地间最为顶尖级别的强者 都极为重视的男子 竟然也是有着这般的过去 后来的故事很简单了 我学会隐忍 在历练中逐渐的强大 最后我杀了他 林栋伸出手掌 轻摸了摸少女小脑袋 轻声道 我知道你的种族的困难 不过 这个世界上 只要真正的庇护着自己在乎的人的话 唯有着倚仗自己的力量 你的起点比我好多了 这般年龄便是升玄境实力 这在我那个王朝 简直就是超级天才 所以相信自己 终有一天 你会让的九尾族 再度屹立在这妖兽界当中 那个时候 你会认为今天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没必要 当然 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 你可别恨我 我可不想招惹一头发怒的九尾狐 少女忍不住的失笑 宣记 她挺翘的鼻尖轻轻抽了抽 毛子亮晶晶的看着林栋 林栋大人认为我能做到吗 当然 你有这个潜力的 林栋笑道 少女文言轻轻咬料银牙 那小手突然间紧握起来 这一上 林栋能够见到 那对毛子的深处 仿佛有着一簇 火焰生腾起来 谢谢您 林栋大人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心情冲止林栋俏皮的一笑 这下我知道 为什么连眼光那么高的 新莲姐姐都会看上您了 我和她只是朋友关系罢了 林栋尴尬的道 心情看着林栋的脸庞 突然娇小的身子前倾 一对羞传的纤细手臂 轻抱着林栋 低声道 林栋大人 您说的对 想要真正的改变旧位族 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若是失去了那种勇气 苟延残喘地活着 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林栋威正 刚一说话 怀中的柔软 已是退开 旋即少女取身 冲着她眨了眨眼睛 林栋大人早些休息吧 心情打扰了 声音落下 少女也是出了房间 唯有着那幽香残存 林栋望着出了房门的少女背影 后者似乎是改变了一些什么 她能够感觉到 这个少女眼中原本存在的一些雀色 在此时却是彻底地散了去 不过希望她能够越来越好吧 她是心情如朋友 能够帮到她自然是好的 不过她却并不想依赖着她的帮忙 毕竟就如她所说 想要改变 终归还是得依靠自己 夜色中的九尾站 少女奔跑在其中 然后她有些气喘地 冲进了祖女的祠堂当中 在那里 她见到了心仪 以及几位族中的长老 心仪望着冲进来的少女 确实微微一正 那几位长辈目光互相看了一眼 确实都没有说什么 想来他们也知道了 今夜心情会去做什么 娘 我说过 你这办法对灵动大人 是没有用的 心情淡淡地笑道 心仪眼神微暗 旋即苦笑着摇摇头 她仰起头来 与其略有些悲哀的难难道 这就是我们九尾族的命运吗 我要去祖魂殿 少女坚定的声音 突然地在祠堂当中响起 心仪几人为言结实一颤 旋即恶然地抬头 她望着紧握的小手 那对目光却是在此时 没有丝毫地动摇与胆怯 我要去闯一闯 即便最后失败身亡 也绝不后悔 心情毛子紧紧地盯着心仪 我知道 祖魂殿只能再开启最后一次 那是我们九尾族最后的机会 不过一直这样胆怯下去 我们九尾族也将会一直地没落下去 娘 与其这样每天在战战兢兢中活着 还不如放手一搏 若最后依然失败 那就是老天注定我九尾族 无法再助荣光 话到此处 少女的眼神变得绝绝 以及稀丸起来 那样的话 还不如早点让九尾族 自动消失在这天地间 这样至少 还能让我九尾族 保持最后的一点体面 整个祠堂都是在此时变得安静无声 信仪几人的脸色一片苍白 那眼中也是有些震动 他们想来都是没料到 今天平日里 雀雀诺诺诺的少女 此时此刻 竟是锐利的惊人 沉默持续了许久 一名女子首长猛地紧握起来 族长 性情说得倒也没错 虽然我们只有最后一次的机会 但 与其这样昏昏噩噩地等待着 将期望放在获得别人庇护之上 还不如真正地搏一次 若是先祖保佑的话 我九尾族 也能有着再富荣光之时 若真是失败 那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 也的确没什么意思 其余底人也是沉默着 只是那眼睛的深处 仿佛是有着压抑很久的火苗 篡动起来 心仪颤抖着身体 最终也是忍不住地哭出来 我知道 这样我们都很累 但我只想保护我的族人 我们一族 受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所以娘 就让我们拼最后一次吧 心情走上来 故意坐在欣仪的身旁 小手握着她冰凉的手掌 微笑道 欣仪望着眼前的少女 泪水不断地掉下来 亦会死的 这千百年来 进入祖魂殿的族人 没有一人能活下来 哪里是一块被诅咒的死地呀 从比不知道哪天 被哪位大人物看中 抓去当小妾 甚至女奴好吧 心仪望着 这突然间比他们还要成熟坚定的女儿 那心中最后的顽固也终于是彻底的被打碎而去 她手掌抚摸着心情柔顺的长发 旋即咬牙点头 那就开启祖魂殿 心情脸颊上终是有着喜色涌出来 娘 谢谢你 欣仪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说道 你若是失败 那从此以后 这个天地间 不会再有九尾祖 明天我会召集族人宣布这个消息 然后便送你去祖魂殿 嗯 祠堂中凝固的气氛终是在此时散了许多 或许是做了最后的决定 信仪几人的脸颊上 也再没有了压抑之色 反而笑容多了几分 看来那祖魂殿是个挺危险的地方啊 突然有着笑声插起来 让到祠堂中众人一惊 然后转过头 便是见到了那不知道何时 倚在了门口的一道身影 林栋大人 心情望着那道身影顿时一愣 玄机连忙地擦干了脸上的水花 信仪望着林栋 玄机起身对着他行了一个礼 林栋小哥 之前的事是切身莽撞了 还请不要见怪 林栋怂怂间看了心情一眼 说道 那祖魂殿外人可以进去吗 心意一正 说道 能进 不过那里很危险 心情瞧脸却是在此时变了一下 连忙道 林栋大人 不可以的 我陪他去一趟那祖魂殿吧 林栋确实不理会少女的反对 伸着懒腰转身而去 远去时 还有着男男的声音传出来 唉 真是的 随便安慰一下而已 怎么安慰到了这种绝的路子上来了呢 真是失败啊 心情听得 那些若有若无的男男声 萧手确实忍不住地掩着嘴 水花凝聚在一起 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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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